自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 安徽醫科大學各直屬附屬醫院 先後共派出219名醫務人員 奔赴疫情防控第一線 學校黨委也積極落實 衛富武漢等一線抗擊疫情醫務人員 辦好實踐實施的政策 全校1414名團員學生 響應學校黨委號召 報名參加與抗疫一線醫務人員家庭 手拉手專項支援服務 你有希望你爸爸馬上就從那邊回來陪你嗎 想是想過 但是他應該關心的是全國的病患 因為他們是比我應該是說應該是更 電腦屏幕中的男孩叫王橫宇 是安徽醫科大學附屬小學的一名六年級學生 他的父親王昌慧是安徽省第四批支援湖北的醫療隊員 目前仍在武漢奮戰在抗疫一線 為了解除一線醫務人員的後顧之憂 安徽醫科大學校黨委開展了手拉手專項支援服務 該活動也被共青團安徽省委列入了安心戰役 徽團助力支援湖北醫護人員家庭關愛行動計劃 我和他們的短信中也有聯繫 我之前也說過我們有一個我們王主任他小孩子 在我們副小的六年級 他說最擔心的還是孩子的教育 他這句話也讓我們感覺到 就是我們是拿手幫扶活動 一定要把它做實做戲 這也是我們感覺到這個意義所在 據安徽醫科大學團委副書記蒋偉華介紹 通過前期招募 第一批有669名大學生支援者 和275個一線醫務工作者家庭建立了關愛台帳 安徽醫科大學臨床醫學院大醫學生馬舒赫就是其中一位 作為安徽省首批支援湖北醫療隊隊長的兒子 他也想為戰鬥在一線的醫護人員貢獻一點力量 第一點是我的母親是作為一線人員到武漢支援的 他們在那邊是非常辛苦的 所以說我希望在這邊可以給他一定的支持 所以我參加了這個手拉手活動 第二點就是參加這個手拉手活動 也是希望將我自己的一些力量 給到他們那些抗疫人員家庭 給他們 給予他們一些所需要的幫助 據悉 志願服務中 志願者與每個家庭建立了網上交流群 通過與家長 班主任以及學生的溝通交流 詳細了解家庭子女的學習情況 為孩子制定了詳細的線上教學方案 一對一或多對一的線上輔導課程表 坐實一加一策 安御大團委安排專人負責跟蹤 統計 評估志願服務質量 志願者每天通過志願者群反饋當天的服務內容 在一起交流溝通遇到的問題 共同想辦法當好小老師 記者倆